- 嗨,我是孫七月 - 在早期社會的價值觀中 - 漫畫被認為是一種低俗的興趣 - 甚至在許多上一世代的長輩觀念裡 - 更是浪費時間的東西 - 雖然在20世紀後期 - 將漫畫稱作第九藝術的說法出現 - 但即使時至今日 - 依然有不少人認為看漫畫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 但事實上漫畫就如同電影,文學,音樂一樣 好的漫畫作品可以激發創意 桃眼心靈 激勵人心 從模種角度來看 漫畫其實具有相當高的教育功能 當然這些都只是附加價值 看漫畫最核心的目的 還是得回到最單純的原因 有趣 在看了漫畫後會感到賞心悅目 心情愉悅 相信這就是大家會喜歡看漫畫的原因 不過凡事都有例外 因為漫畫的種類 畫風與題材不剩美局 所以也開始出現一些非常特別的主題 而其中有一些類型 讓人看了不但沒有賞心悅目 反而還會有一些反效果出現 輕則身體不適 重則身心受創 但正因為這種怪蛋詭譎 其用重口味的元素 讀者在看的過程雖然感到難受 卻又能帶來一種特別的感官體驗 所以也能吸引到一群忠實的粉絲 而這樣的漫畫 甚至有一個專有名稱 Guromanga 用白話一點的講法就是 看了後身心都會不舒服的漫畫 是的 今天就為大家帶來日本網友票選的 讓人不舒服的漫畫 Top10 切子 切子是貓家本田政務所創作的短篇漫畫 講述了男主角 某日收到了一封 既見人不明的國小同學會邀請函 為了緬懷17年前的同班同學 切子的逝世 連同主角在內的六名男女 久違的回到了母校 這當大家氣憤和樂的聊天時 卻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展開 同班的其中一名女同學 竟然被發現倒臥在女側中 並且頭跟身體直肩分家 可怕的警校讓全員嚇到吃手熟 以這起慘劇為開端 除了男主角之外的同學們 開始接二連三地遇到 詭異又殘忍的事情 這究竟是來自切子的詛咒還是復仇呢 真相就留給各位自信去尋找了 切子這部作品全編只有五畫 也就是一本單行本的長度 最近雖然很簡單也很古板 但超級粗暴且完全不拖泥帶水 所以這也是這部作品會上榜的原因 讀者留言寫道 魚海人物描寫過於血食而殘酷 原來人類的身體能扭曲成這種形狀 而這部漫畫是有續集的 故事接續在第一部之後 同樣是一本單行本的長度 名稱叫做《切子殺》 值得一提的是 續集雖然一樣是恐怖漫畫 但氛圍與第一部大不相同 若是用不剧透的方式說明的話 就是變成了一部荒謬的漫畫作品 有一種從恐怖故事變成在看少年戰鬥漫畫的感覺 簡單來說 閱讀《切子》時能感受到恐怖詭異的氛圍 但在閱讀續集《切子殺》時 卻會變成徹底的搞笑漫畫 有機會的話 大家請務必去嘗試看看這種差異的樂趣 讀者留言寫道 我以為是恐怖漫畫 原來是替身使者啊 我到底看了什麼 Pupa Pupa是漫畫家茂木清香的作品 講述了因為感染了Pupa病毒 而變成吃人怪物的妹妹長谷傳夢 與同樣感染病毒 但依然維持人形 並獲得今日再生能力的哥哥長谷傳線 兄妹之間可歌可泣的奇幻故事 在座的各位 是不是有兄弟姐妹呢 如果某一天 自己最親愛的妹妹變成了怪物 你會如何面對呢 醒醒吧 你沒有XX 這本漫畫用一句話來評價就是 究極的兄妹愛 由於哥哥的肉體擁有無限的恢復能力 為了不讓一雞腸露露 就會變成龐羊大物的妹妹去亂吃人 哥哥便以自己的肉作為糧食來餵養妹妹 即使妹妹吃自己時非常非常痛 但在哥哥的視角中 妹妹還是一個可愛的美少女 妹控是沒有那麼好當的 這部漫畫融合了第一屆 Earth Star Comic大獎漫畫部門的佳作獎 並且於2014年播出電視動畫 雖然作畫沒有到相當精緻或寫實 但番茄醬不用錢的狂噴亂灑 加上有事沒事就缺胳膊少腿的畫面呈現 成了這部漫畫上網的原因 如果想看可愛的妹妹品嘗美食的話 這部漫畫也許能滿足你的需求 讀者留言寫道 看見妹妹在床上吃哥哥的肉 覺得有點害羞的我是不是怪怪的 這根本是愛情故事吧 寄生獸 寄生獸是閻明君所創作的漫畫作品 故事講述了來勒不明的包子抹天從天而降 從中誕生的幼蟲會侵入人體 與腦部合體並取代宿主 而原本寄生新衣並要取代他的米奇 在陰錯陽差之下入侵失敗 變成了寄生生物與人類共生的情況 為了人類的未來 主角與米奇展開了與其他寄生生物的戰鬥冒險 寄生獸相信大家對這部作品都不陌生 故事中針對人類身為萬物主宰地位的批判與反思 並探討了許多生命與存在目的的議題 作品也在1993年獲得了第17回講談社漫畫賞 並於1996年獲判第27回星雲獎 不只有電視動畫也曾改編過真人電影 有趣的是寄生獸各話的標題 大部分都取自於來頭不小的書籍名稱 理由第一話的標題就來自於卡夫卡的中篇小說 《變形記》 而寄生獸在漫畫的歷史之中也具有一席之地 當時的《月刊Afternoon》 刊載了許多擁有獨創性的作品 在市場上佔據了相當重要的位置 不過1990年時也出現了很多最近的漫畫好無聊的聲音 而寄生獸正是在這種浪潮之中作為例外而廣受好評的存在 與藤島康街的幸運女神同時並列為《Afternoon》的招牌作品 奇妙的是 雖然寄生獸明明具有超高的死忠人氣 但在讀者間卻總是有種人氣低迷的印象 不過事實上 寄生獸是一部暢銷作品喔 累積發行數量可是相當不錯的 而會上網的原因則是因為整部作品裡 大量充斥著寄生生物玩扭人類的畫面 畫面太美讓人不忍直視 不過比起這些畫面最讓人感到毛骨悚然的 反而是故事後半段作為重要角色登場的壞人 這部角色並非寄生生物只是單純的人類 但無論是各種行為都比寄生生物還要殘忍 跟印度人的米奇曾對西醫所說過的一句話 我在書上查過關於惡魔的資料 但是我覺得最接近惡魔的生物還是人類 讀者留言寫道 比起寄生生物有精神病的人類不是更加可怕嗎 雖然噁心但內容非常有趣 最喜歡米奇了 但是太不舒服了 不能給10歲的小朋友看啦 例如像是我 人面 人面是Kato Takahiro所創作的漫畫 講述了喜愛動物的高中生男主角神功真人 因為轉學而回到了時隔7年不見的故鄉 而在與青梅竹馬開開心心要去動物園約會時 突然有著長著人臉的動物開始襲擊 驚慌失措的兩人馬上逃出了動物園 但等待著他們的卻是未曾想像過的新世界 動物們舉起旗幟 反抗人類的戰力恐怖物語堂堂開幕 正如各位所想 這部漫畫也充滿了許多肉將意大利麵打翻的畫面 但比起這些讓觀眾真正感到不舒服的 果然還是長著人臉的動物 當我們在小瞧或捉弄對方時 市長會用開玩笑的語氣罵對方是猴子 但當猴子變得能像人類一樣擁有智慧而行動 沒想到是如此細思極恐的事情 而且不只是猴子 是所有的動物全部都獲得了與人類霹靂的智能 並且團結一致 讓觀看者不僅被如此可怕的世界觀所吞沒 並且這部作品雖然類型是恐怖漫畫 但整體的風格卻又相當王道 並且它還是一部能讓人感動的漫畫 恐怖漫畫雖然琳瑯滿目 但具有劇情深度的卻不多 在許多作品中為了營造下緣的氛圍 故事的呈現主要都會注重在畫面的衝擊性上 所以相對在劇情結構方面反而會顯得薄弱 在傳統的恐怖漫畫裡 通常是逃跑雖可恥但沒有用 你轉身逃跑 掛掉 你挺身戰鬥 掛掉 你不是主角 掛掉 你是亞洲 因為這些場面頻繁的出現 所以讓讀者也變得難以感動 不過人面不但有著起承轉合 在人文與動物的心肌描寫上 也相當詳細喔 動物最可愛了 啾咪 讀者留言寫道 動物變人臉 實在太驚悚了 爽 老子就是要看這種漫畫才能輸呀 好可怕 鬼畜島 鬼畜島是外圓昌野手創作的漫畫 故事以一座沒有記載在地圖上的虛構島嶼 橘齒島為舞台 描述了M大學廢墟研究社的主角群們 為了尋求廢墟的探險而來到了橘齒島 但沒想到來到島上後 卻遭到了頭戴豬頭頭套男子的襲擊 沒錯 范園奇事就是一之柱 不要瞎掰好嗎 這部作品怎麼說呢 的確是有點脫離常識 总之从故事的设定到角色设计都是让人很不舒服的 而且因为实在有点太迷了 所以在Amazon上这部作品的评价相当低 但在赖漫画上的评论区却相当热闹 网友留言写道 恶心 恶心 根本就是恶心大杂烩 没用的角色太多了 作者的头好奇怪 彼岸岛 彼岸岛是松本光思所创作的漫画作品 描述了主角公本名为了找回失踪两年多的大哥 与一群好朋友前往了彼岸岛 殊不知彼岸岛已变成了由吸血鬼所控制的小岛 为了生存也为了抢回小岛 一场人与吸血鬼的战争正式展开 这部漫画设定的发想 是源自作者松本光思小时候的娱乐 看电影 松本光思曾说过 在很小的时候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 曾经在台湾住过一段时间 在当时的住家附近 有一家贩卖杂货的干嘛丁 在那间店可以用几十块钱的价格租借一部电影 当时无聊的他几乎每天都去光顾 虽然并没有提供日文字幕 但松本光思依然看得精精有微 而当中最喜爱的便是成龙的电影 以及各式恐怖电影 这段回忆与体验 便成为了彼岸岛的起点 而彼岸岛不只是恐怖 也有许多的兄弟之情 作者松本光思曾在访刊中说过 由于自己一个哥哥 所以便自然地创造出了哥哥公本堵这名角色 但随着故事的进展 松本光思开始觉得兄弟相斗的宿命是不可避免的 而因为不论是哪方获胜 都不会是happy ending 所以画的时候相当痛苦 并且作为一部有着大量战斗场面的漫画 武器是不可缺少的要素 除了各种常见的刀剑弓枪之外 也有例如铁扇、铁锅、断头台之类的创意武器 但其中使用次数最多 甚至成为作品象征的万能武器则是 原木 而于吸血鬼生命力惊人的旺盛 如果无法给予头部致命的伤害 是无法打赢的 松本当时想着 一座岛上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像样的武器吧 既然这样不如就就地取材吧 于是就出现了将原木头武器化的场面 而在当时跟编辑提出这个想法时 本来只是抱着姑且尝试的心情 没想到编辑的反应却相当好 甚至只有在谈论跟原木头有关的话题时 会看起来特别开心 松本曾说过 因为自己不擅长创造稀奇那东西 所以当他发现武器化的原木头 在网络上引起话题时 真的是感到受宠若惊 原木头的用途非常多元 主人能直接拿来打爆吸血鬼外 还能当成投资道具 或是用来防御 空想科学研究所的主任柳田里科雄 便曾经比较到 比起铁罐或金属球棒 原木头是更加优秀的武器 实战是居家旅行 杀敌面贵必备了 总之 《彼岸岛》的确是一部蛮成功的作品 不只动画化 也推出了许多周边商品 还衍生出广播剧 电视剧 游戏 甚至曾经两度惨遭真人 甚至曾经两度被改编成真人电影 并且还有专门主题的小钢猪机台 意外的看起来蛮好玩的 读者留言写道 有很多令人不舒服的血鬼登场 让我好兴奋啊 这部漫画最可怕的就是它的封面 适合边吃饭边看 《禁忌的巨人》 《禁忌的巨人》是《剑山冲》所创作的作品 故事围绕在主角爱琳·叶卡 米卡莎和阿尔敏三人的经历 关于作者的生平及详细的内容解析 可以去看我之前做的影片 这里就不再赘述 《禁忌的巨人》作为一部热门作品 文系与武系兼具 剧情架高与充满意外性的超展开 也相当令人惊讶 伏笔的铺陈与回收更是让人佩服 当然上榜的原因其实也不难想象 读者留言写道 因为画得太丑 刚开始跟朋友推荐时都没人想看 实在画太丑了 刚开始还很担心作者能不能残存下来 生存游戏 生存游戏是一部相当经典的作品 也是大逃杀的漫画版 原作为日本作家高建广春 所撰写的反乌托邦小说 并有停口雅枝 担任作画改编为漫画作品 叙述了在极权主义国家 大东亚共和国中 明年会从全国国中三年级的班级中 随机抽取一个班级 并强制学生参加一场游戏 直到剩下最后一人为止 英文书名的 Battle Royale 指的是美国揣角 WWE 中多人对战挑战赛 比赛过程中将会有数量不定的选手参战 直到最后仍然没被棘标的选手 即为比赛的冠军 借此暗示书中42个学生为了生存 而不得不互相对抗 直到最后一人的心情 值得一提的是 原作小说当初其实有投稿报名 第五回日本恐怖小说大赏 甚至还留到了最终后部 但因为题材太过惊悚 也不符合道德标准 当成的审查员们评价道 非常不愉快 想着这种事情的作者好讨厌 为了得奖写这种内容 绝对扣分 因此没有给予这部作品首奖 原本以为应该是出版无望了 但在这之后 杂志Quick Japan初代编辑长赤田佑依 竟然直接在杂志封面放上寻人启事的广告 并顺利跟原作高见广春取得了联系 最后成功在1999年4月 透过泰田出版社发行成书 而除了改编为漫画之外 也在2000年时改编成真人版电影 并认为多项第24届日本奥斯卡奖奖项 让本中的剧作成员甚至得到日本国会作证说明 在电影面临进波风暴之时 日本著名导演兼任本片演员的北野武 直接公开毫不客气的嘲讽国会议员 看不懂电影想要传达的内容 而除了电影与漫画外 本作也改编为多种周边商品 并且在日后启发了广为流行的大逃杀类型游戏 例如《绝地求生》就是相当成功的案例 读者留言写道 战斗的理由太过残酷 这部作品完全是心理创伤的等级 明明是讯国中生但是太强了吧 故事的舞台为近代日本 地球正因为不明原因的异常气象而全球暖化 而高中生伊江与朋友阿和在回家途中突然被掳走 在秘密设施醒来之后所看到的 仅是喝着糖水丧失理智变得永种肥胖的人类 地狱般的倾向让伊江感到站立不移 但很快的他就得知这个设施隐藏着更加黑暗的秘密 赌上人类从容的游戏正式展开 这种司空见惯的日常突然发生变化的情况 某种角度上与近几年流行的异世界转生作品相当类似 不过本作的情况却是 在平凡无期的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食用肉品 看着极限状态的主角群拼死挣扎 试图逃出升天的展开真的很吸引人 我自己也觉得这部作品还蛮好看的哦 不但恐怖也带有悬疑 会让人非常期待剧情的发展 读者留言写道 把人类养胖再吃掉太不人道了吧 糖水好可怕 末日的魔法少女 末日的魔法少女是佐藤健太郎所创造的漫画 讲述了随处可见的普通高中生而上皈依 如同往常一般在学校度过平凡无期的一天 但这一天 平凡的日常却在一瞬间变成了地狱般的景色 突然传入学校的魔法少女展开了粉红色的party 而惨遭独守的人们也会变化成魔法少女 虽然皈依与七妹竹马浮本金九子逃出了学校 但等待着他们的却是末日版的光景 魔法少女最初原本的构想其实是 中国僵尸渡海而来袭击日本的故事 不过后来作者灵光一闪想到 如果不是僵尸而是作为人类伙伴的魔法少女 某天跑来歼灭人类的话 那不是超可怕的吗 于是末日魔法少女的雏形才逐渐成型 而在漫画单身们第一集发行时 秋天书店出版社的社长瞬间下令说 这可会大卖多益一些 而本作的魅力除了冲击性的画面与可怕的魔法少女之外 伏笔的铺陈也相当有意思 虽然作为一部恐怖漫画 但却有跨时空的复杂世界观 是一部需要花脑袋稍微整理的恐怖漫画 不过也因为如此 为了不让剧情的前后会产生矛盾 作者佐藤总是跟编辑烦恼的头昏眼花 虽然原本只是想绘制魔法少女大军的佐藤崩溃喊道 我再也不想画这么复杂的故事了 读者留言写道 人类就像垃圾般不断逝去 一段时间只能吃素了 我再也无法用正常的眼光看待魔法少女了 在幼稚园时看了这本漫画的我 不论看见什么都无所畏惧了 顺带一提我目前果尔 章鱼匹的原罪 章鱼匹的原罪是日本漫画家排三沟所创作的短篇漫画作品 讲述了快乐新人章鱼匹 卸购了小学生静香的故事 章鱼匹为了传递快乐 拿出各种快乐道具试图解决静香的烦恼 但是静香的生活其实非常复杂 由于章鱼匹完全不懂地球人的心境和感受 快乐道具反而让情世更加的恶化 章鱼匹的原罪有这部作品 虽然并没有上榜 但是因为它是去年年底才开始连载的作品 虽然是蛮新的漫画 不过这部漫画绝对有上榜的潜力 那这是一篇短片故事 应该你们在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 已经要出完结片了 主要在讲述家长与儿女之间的问题 以及大量虐罗力的剧情 甚至看了让读者觉得难受到犹如得了肠胃炎的地步 也被冠上安黑哆啦一梦的名称 并且由于话题太过惊悚 在日本也造成了不小的话题 单行本甚至抢购一空 一本难求 如果要体验胃痛的感觉 千万不要错过这部漫画哦 读者留言写道 这部漫画治好了我的低血压 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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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我好难受 好的以上就是这次的Top10名单 这些作品中你又有看过几部呢 又或者是有哪些充满意大利肉酱的作品是你想要补充的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让其他人不舒服 那么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